在我們左邊工具箱呢 找到一個殺蟲劑的符號 這叫符號噴灑器 按右鍵將它分離開來 總共有八個 但是非常簡單 好了之後呢 在我們攝片面板 往旁邊看 看到符號 就是它 好 接著 我們呢 先畫一個圓圈圈出來之後呢 配上自己喜歡的色彩之後 按右鍵選擇平均 然後確定 好 再加一層 因為這樣很無聊 好了之後呢 Ctrl C,Ctrl F 接著Shift加Auto鍵 由中心點等比例縮放 然後可以旋轉 看自己喔 這個沒有限定 你選就好了 好了之後呢 我就直接把它全部全選起來 拉到符號面板內放開 它就是符號了 好了之後呢 我們選擇第一個符號噴灑器之後呢 一樣在Enter左上角 路跟接可以去做縮放 所以路縮小接放大 好了之後我們可以在畫面上快速噴灑出 我們它的數量來 然後噴灑完它會在一個框框內 它是一個群組的狀態 好了之後選第二個 這個叫做偏移器 移動它的位置用的 然後第三個叫做壓縮器 讓它再更集中 從第四個開始很特殊囉 只要加上Auto鍵就是相反的意思 即將Auto就相反 所以我們直接點的話 你會發現到花會變大 那我們按住Auto鍵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它會變小 Auto就是相反的意思 記得喔 Auto就是相反的意思 然後呢再來我們看下一個叫旋轉器 旋轉就沒什麼特別喔 就旋轉而已 然後再來這個叫著色器 我們把色片面板打開之後呢 選擇我們要的顏色去點 花的顏色就會跟著改變 而且你的範圍點的比較少的話呢 它的顏色會比較淡 所以有需要的話可以多點幾次 顏色才會跑出來 那你要配什麼顏色就可以變得非常繽紛了 然後剩下兩個 這一個叫做綠色器 綠色器的話呢就是不透明度的意思 點一下就變成半透明狀 然後多點幾下就不見了 那不見之後怎麼辦 一樣加上Auto鍵 點一點就回來了 那剛剛的著色器也一樣 Auto簡單點一點顏色就回來了 Auto就是相反 那最後一個叫做央視設定器 這要搭配外觀面板然後再提示 配圖樣式在這邊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樣式 然後點一下它就套了這種特殊效果了 但是每一個花瓣都套了樣式之後 檔案會變很大 所以樣式設定器我個人很少用 因為怕它放掉 而且當你點到一定數量的時候 你會發現比它變得非常非常的慢 那想要解除的話 一樣Auto簡單者多點幾下就可以了 來玩玩看 嗯 嗯 嗯